吴宏 这价格不对 哪儿不对啊 在家的 家不动 我可是假方推荐过人 所以这块才交给您来做呀 您这么没想到 假方就不推荐给人 那你再考虑一点 考虑什么 这么大的像 怎么就我拿到了 林总 秀姐最近不过状态不顺好 怎么不这状态 不顺的 秀姐太厉害了 然后 那些拍摄的时候跟她沟通 她不怎么搭理我 若是这样的话 还是很难进行下去 行 我知道 去把她喝酒 我够回来 林总姐 你找我呀 我听同事说 你谈恋爱了 林总姐 你别听那么胡说 我问你 到底是不是真的 林总姐 你想骂我就骂我吧 我不就找了个对象比我大二十岁吗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她家现在也挺着急的 她家现在也挺着急的 我也挺想跟她结婚呢 我现在上网给买条链子 行吗 你是超红了 我给你做链子了吗 不是 我想把你先拴起来 林总姐 她真的对我很好的 大秀 你说说你 你也三十五六了 你这个男朋友 哎呀 谢谢你 她肯定没什么男人味的 她全是老人味 她搞不好 人家还有老伴呢 她说她没有 但是 我之前在拍摄栏里 确实看过个名字 但她跟我解释了 她说她跟那个人 就是合作关系 所以随便弄了一下 她说我是她初恋 她说她没谈过恋爱 我还是挺相信她的 我报个什么班 啊 才能把你的恋爱脑摘熟呢 林总姐 你也觉得我们不合适是吧 你也觉得我是恋爱脑是吧 我还真不是 她对我真的挺好的 她世事有怀应 我给她发信息她都是秒回 哎 那她还真是没事干 她来给你报班啊 来不及了 啊 不行咱直接上医院吧 你这不是恋爱脑 你这不脑瘫吗 哇 你啥呀你呀 我帮外道去 我帮外道去 帮外道去 快去 不行 人姐 她不喜欢我跟陌生人说话 我觉得我应该给她安全感 滚 常常你这个排骨 哎 你都不配吃饭了 傻边 傻边 回到我跟陌生人 我看得到鞋子 我看得到鞋子 那我哪有吃鸡 就我们要把鞋子 赶走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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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走了好久 妈妈 我好想你呀 妈妈也想你呀 妈亲姐 赶紧睡午觉吧 好不好 哥哥刚才都睡觉了 妈刚有哥哥好爱 你是不是也该睡不觉 好吗 嗯 妈妈 妈妈早上都陪你吃早饭了 中午睡一觉 好不好 来下午嘛 再带你玩 好 嗯 妈妈你讲故事 熊熊 谁啊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大宝贝呀 哎呀 嘿嘿嘿 跑一下 那听什么故事啊 嗯 嗯 这个童话故事啊 嗯 好吧 那一会儿给你讲熊熊 三 三个故事 好 就必须得睡觉 好 那你先假装把眼睛闭上 嗯 你说你要打算 一点点钟 你又可以打算 打算 啊 去以后 你听到一字问题 你别打算 你明明眼休 あ 已经在拍照了 你也知道我坐了一天的飞机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事回来的 这不是想让你多歇一会儿吗 我要回头休息好了 在那谈那事儿 与其我心里吊着也睡不好 那不如你就直说吧 还是上个月我上深圳 就跟你谈那个事儿 那你要同意就把字签了吧 正好你回去就不在家了 再回头把手机办了去 离婚协议 我在外打拼三个月 回来你就把这个东西送给我是吗 孩子财产 房产 包括外地咱买那些每日上的都归你 我不想要这些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你是不是在跟我生气 我出去创业 我还耍脾气啊 就得让我回来 是不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去了 我把事业放下 就安心在家陪你 陪孩子们 好不好 你说行不行 不行 别回来 回头还是转学 那个手机我也都在办 回头你们都去广州定居 然后上那边上学去 那你呢 等回头我这边事处理完了呢 要是行的话 我回头再到广州去找你们 处理什么 你外边是不是有女人了 有孩子了 需要处理好他们是不是 不是 咱俩少年夫妻到现在我啥人 你还不知道吗 哪能有那种事呢 你就听我对吧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我现在真觉得 我不是很了解你 那当初说走出去 让我去考察新项目 让我带着钱去创业的是你 那如今我刚干了三个月 在家提离婚的也是你 不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我就想让你走的远远的 你说那些有啥用啊你 那你又何必再等几天呢 我今天就走 我现在就走 对对行